不恋爱,不社交,爱人不处的一天 晚上好呀朋友们 因为头发很软 我把体现编了一个麻花片 而且这麻花片编的还挺成功的 很好看 要记得多喝热水 今天的活动呢是去一个人唱K 因为其实我还挺容易教育的 我发现一个人唱歌对我来说 真的是一件非常热烈的事情 而且因为我在KT因为喜欢唱的那种活动 是比较小注目一点的 在人群里有唱的我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那你对你唱歌就有这种功率 非常简放 一整个包厢都属于我 而且我听说唱歌唱三个小时以上 其实是一种育于减肥的行为 但我不太减肥了 还有吃饭刚好到包厢里吃吃喝喝唱唱 看看今天的穿搭 因为我自己去KTV真的会很嗨 所以我都会喜欢穿这种休闲舒服的 这样子的衣服 其实也经常会跟朋友们约KTV 但是我感觉大家好像都会玩游戏啊 喝酒比较多 然后一个人的话呢就可以尽情的发疯唱歌 我朋友刚给我安利玩 马上就发现了 我是吃安利最快之人 好喝认证 因为我是下午来的 所以他包厢还给我升级成了中包 我一个人承包一整个大房间 超开心的 开始点吃的 他们家的吃的真的很好吃 特别是这个揉饭和压下巴 然后就开始疯狂点歌 我不知道你们点歌是怎样 我的个单呢就是这样子奇奇怪怪的 那开场呢必须得是泰勒 来一首残下虽然我永远唱不上去 但是这首歌一唱就感觉整个氛围就拉起来了 很嗨 OK接下来就沉浸式的体验一下 哀人发疯的一个人唱歌 角色扮演 首先期划我们这个韩文唱出的来英文 到酒贝儿嗨的rap模式 我在这里盖拍 然后服务员进来直接给我震灯 射孔给饭了 正在唇可以点吃的 就是那个嘴根本停不下来 还是很想接着唱 然后这个饭真的超香 看着大屏幕的电视 然后吃饭 简直是太开心了 真的 谁说一个人出来玩不好玩 我觉得跟我自己玩可有意思了 接下来就是沉浸直播 好了接下来就是我的第二个模式 欧美地瓦 下一个模式 日本大叔 我看这个视频 我当时因为我跳得非常有律动感 看起来真的很高兴 再然后咱们再辨识一下日本小偶像 这段感觉我自己真的已经唱头录了 唱嗨了 就像正在开演唱会的天王巨星 再然后呢就是抒情歌女天后 KTV玩梗大赛 咱们呢也不可以落下 我真的一个人在这里唱了足足四个小时 唱了后面已经人都呆滞了 回家的路上呢看到了很漂亮的落叶 还有天天的这个建案的过程 这个蓝真的很治愈 大家处理一下工作 真的很累 所以我是趴在床上打字的 这样子感觉对腰会好一点 在KTV刚刚吃完感觉没有很饿 就随便蒸了一点小东西吃 趁着蒸东西的时间呢下楼倒了个垃圾 发现我在家的时候这个造型真的是有一点臭到恶心 真的会被这个碗给烫到 烫到我一定失去表情管理 吃的这么简单当然是要开一杯可乐啦 干杯 这个玉米真的很好吃 但是真的是烫得不得了 马上拿出了我的小电扇给他们降降温 这样子沙映比我自己用水吹快多了 今天的七米果呢是萝卜丝县的 特别好吃 好吃到手舞足蹈 好了那今天就是这样了